在上一节苏维曼游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宇宙大爆炸这个概念 我们通过这个介绍可以看出来 它实际上是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公式推导出来的 同时呢在这个同时的这个时间段 几个天文学家从对天体的测量 包括哈勃包括Slyfer 包括后背还有我们Lamitra 利用这个相对论的这个方程 从实验从理论的角度上 共同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就是宇宙在膨胀 同时呢由于这种宇宙膨胀的结论 我们反推宇宙应该有一个瞬间的起始 这个开始的这一瞬间 大概其实在137亿年以前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看看宇宙大爆炸 在这之外还有哪些证据在支持这样一个理论 因为这样一个理论我们只能说 我们不可能自己到137亿年前去验证 只能说通过各种各样的 有可能留下的爆炸以后的痕迹来进行验证 到目前为止 从29年24年到29年这一段的开始 对宇宙的这个膨胀理论的形成 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形成 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 这100年内科学家们 尤其是天文物理学家们 对天体进行了海量的测试 所有的测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都在支持我刚才讲的宇宙大爆炸的这个基本模型 而且宇宙大爆炸这个基本模型 可以说可以准确的 或者是可以非常合理的支持 所有的现有的观测数据和理论的推导结果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推导结果 那么这个我们下面就罗列一些 这些哪些基本证据 首先我们 首先它其实就是说 整个宇宙中的天体 尤其是远处的星系 遥远的星系 都在以某种速度远离我们 那也就是说 这个远离可以用空间的膨胀来解释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的宇宙在银河系以外 我们先把银河系抛在外 银河系以外观测到的宇宙的基本状况 是均匀的 它叫isotropic and homogenous 也就是说各项同性和均质性 就是等于说 你在深夜的星空 你把银河系的那一个区域 把它抛开不讲 就是银河系以外 实际上在我们肉眼看 基本就是空荡荡 基本就是黑荡 但实际上你用那种高精度的天文望远镜 你去看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方向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一样的 都是均匀的 那些星系在空中 布着那些小点 我记得在哪看一个文章就讲 说你在深夜星空 深夜的时候 你就拿你的铅笔 修尖的铅笔 用手伸直 指向一个黑色的星空 就任何一个点 那个铅笔的尖那一点 在你手伸直了以后 那个铅笔尖之一点 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小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你放一个天文望远镜 就对着那么小的一个区域 进行长时间的曝光 甚至报几个月 甚至报上年 我们知道这个 Hubble Telescope就在做这种事情 你就会在那么小一个区域内 就发现几千个星系 当然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右眼能看到的天体上 基本都是银河系里面的恒星 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大部分都是星系 除了Andromeda 我们能够看到以外 其他的星系 基本都看不到 而这些星系 就是以密密麻麻的 分布在天体上 而我们基本都看不到 所以从天文望远镜 高精度的天文望远镜 看到的天中的那种情景 和我们自己肉眼看到的 实际上是完完全全 两码事 而这样的一个星系 在天空中的分布 是均匀的 是在任何一个方向都看不到 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大概其 就好像是什么呢 就好像是一个屋子里面的 那个分子的分布 在均匀温度下 那分子每一个方向 大概其都差不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通过宇宙膨胀理论 和宇宙大爆炸理论 宇宙是没有中心的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点 在宇宙里面都不是宇宙的中心 这也就是说宇宙爆炸 是空间的爆炸 不是在一个已经形成的空间内 物体的爆炸 是空间本身的快速膨胀 这就使整个宇宙 没有一个任何的中心 想象一下 就好像是说 我们是一个二维的动物 在一个三维的球体上 这球体在像一个气球一样 在膨胀 你在这个三维的屏障的球体的表面 或者说想蒸面包 面包上面那些芝麻点 面包在膨胀 那芝麻点逐渐转都扩充 所以呢 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后边还会讲 这个空间膨胀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而这样的一个宇宙膨胀的一个模型 这个理论做了好 还有几个其他的重要的结论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宇宙膨胀的理论下 我们宇宙中绝大部分的元素 都应该是氢或者是氦 尤其是氢 就是单质子 一个质子量 只是一的氢 最氢的氢气 基本都是这样一个氢的元素 这个呢 从观测上 基本也核实 就是我们现在宇宙中的元素 尽管我们在地球上 这是各种各样的元素 但实际上在宇宙的总体的观测下 宇宙里可以说 大概其四分之三都是氢 四分之一就是氦 氦的这个原子量是二 氢原子量是一 然后剩下的零点几 或者一点几 很小很小的一个比重 是其他的元素 包括碳 包括硅 包括铁 包括什么 我们地球看到那些其他元素 所以实际上地球上的物质 在宇宙中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理的 微不足道 小数点里后边 都是一个round of error 这是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里 推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和我们现在观测的结果 基本是吻合的 同时呢 宇宙大爆炸呢 这个本身就说明 宇宙不是稳态的 是一个 不是一个静态的 稳态的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就像一个生命一样 有一个早期 有一中期 有一晚期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 是137亿年以后了 而在137亿年前 宇宙的那个时候的宇宙 和今天的宇宙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这一点也被核实了 怎么核实的呢 就是去观测 接近137亿光年的 以外的其他的星系的光谱 因为他们的光谱 已经严重严重红移 但是呢仍然还可以勉强观测到 那么这些星系 实际上是在将近137亿 当然是133 134亿年前的影像 那这些影像可以看出来 那个时候的星系 和我们今天观测到 离我们更近的星系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老的星系 和新的星系 非常不一样 这个某种意义上核实了 宇宙大爆炸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是它在早期形成的时候 的星系和晚期形成的星系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点呢 也某种意义上推翻了 静态的宇宙的 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 而是一个动态的 大爆炸的这么一个 现在仍然在膨胀的 这么一个理论 而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 越老的天体就越接近 早期爆炸初期的天体结构 那么这种老的天体 可以想象 实际上在刚爆炸的时候 宇宙中在当时物理上的 推断出来 只有氢充其量 也就是氦 还有锂 还有Lithium 而这些最早的天体 我们在后来的观察 也核实了这一点 在2011年 天文学家们呢 就是在这个非常老的一些星云中 发现了一些星云 这些星云实际上是距离 宇宙大爆炸以后20亿年 也就是距离我们现在 将近120亿年前 这当然这都是显然是 120亿光年以前的测试的结果 因为120亿年前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 120亿光年以外的天体 那个天体显然就是120亿光年 那就是非常接近 宇宙大爆炸的初期了 再看那时候天体 2011年有些重要的发现 就发现 他们发现了一些早期的 gas clouds 就是那些星云 而这些星云就发现 他们发现的里面 没有重元素 基本就只是氢和少量的氦 那里面既没有碳 也没有氧 也没有硅 也没有铁 也没有其他的铜 什么金都没有 那么这个本身 又是和宇宙大爆炸理论 相吻合的 因为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 宇宙在刚刚形成的初期 是没有重元素的 只有氢 只有冲击量 有一些氦 直到后来才开始有了 supernova 超新星爆炸 才产生了重元素 包括我们现在地球上 什么硅了 什么氧了 碳了 钙了 铁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都是由于 超新星爆炸形成的 所以我们今天 甚至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元素 几乎都不是在宇宙大爆炸 是形成的 而是在那以后的 几十亿年内形成的 以后我们还会把这个仔细讲一讲 就是元素周期率的各个元素 大概其实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产生的 同时呢 我们现在的天文观测 对各种各样的恒星的形成过程 星系的形成过程 各种脉冲星 中子星的形成过程 和上代的密度和它的物理特征 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 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星系之间的重力场的分布 都得出来一个共同的吻合的结论 就是这些观测的结果和宇宙大爆炸的这个模型 基本吻合 基本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宇宙大爆炸没有被falsify 没有被目前为止100年 接近100年的各种观测给证伪 都没有被证伪 那是我们只能说宇宙大爆炸目前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准确 至少它是成立的 还有一点更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对宇宙的年龄 137亿年 这个大概其这个年龄 和我们能观测到的所有的最老的天体 尤其最老的恒星的年龄 基本也是吻合的 都是在100多亿年以前 最重要的就是宇宙大爆炸 这个模型有一个非常大的猜测 就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会产生一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而这个微波背景辐射的猜测 是在二几年三几年的时候 四几年的时候做出来的 而在六几年被核实了 后面我们会讲 在今天为止到今天 我们对宇宙的年龄的一个准确的估计 大概其是一百三十七亿八千七百万年左右 give or take两千万年 ok give or take两千万年 就是大概其一百三十七亿 一百三十七亿八千多万 不到一百三十 不到一百三十八亿年 这就是宇宙的整个的总体的年龄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 这个宇宙大爆炸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猜想 是如何被核实的 这个就是叫做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CMb Radiation 这个实际上是在二几年三几年 推出宇宙大爆炸 宇宙膨胀理论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种宇宙背景辐射 而这种宇宙背景辐射 是完全基于早期 是基于宇宙大爆炸的这个模型 推出来的 那么这个推出来 它的推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由于在宇宙 在爆炸的那一瞬间 是非常高的温度 非常高的亮度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 Foton光子 这些光子的这个能量 非常非常高 但是呢空间在以高速的膨胀 空间的膨胀 就产生了所谓的 我们说的红移 就是所有的高频的 就是非常短的波长的这些光子 在这个空间一拉 你就好像一个弹簧一样 你把这个弹簧一拉长 显然弹簧一圈一圈的 那个距离就拉长了 使它的这个光谱的这个波长 就逐渐拉长 拉长拉长 刚开始呢 是一个完全不透明的 超高温的这么一个宇宙爆炸 产生各种各样的等离子 各种各样的基本离子 在这中间呢 就有很多超高能量的光子 随着宇宙的拉长 它就进入了低能量 同时呢 波长变长 就像一个弹簧拉长一样 在40年代左右 有两个科学家 是一个叫Alpha Ralf Alpha和Herman 他们呢 就是通过对宇宙大爆炸的 这个模型的推论 就是说 如果宇宙大爆炸是成立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立呢 宇宙大爆炸 那一瞬间产生的这种超高能量 超短波长的这些光子 就会由于空间的拉长 就逐渐逐渐就会变量 温度降低 同时波长拉长 因为波长越长 温度就越低 实际上就是这个能量就越低嘛 那么这个能量就逐渐转拉长 拉长了137亿到今天以后 这个波长就进入了微波领域 就是我们的Microwave那种微波的波长 拉到那么长了 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这种拉长 使它的能量逐渐降低 但是它没有降到零 使我们的这个宇宙中 就有这么一个很微弱的微波辐射 这个微波辐射 应该是整个充满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空间 所有所有的空间都有这个微波辐射 非常弱 但是它是存在的 那么这样一个微波辐射 这是在40年代推出来的 是根据20年代左右的那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推出来的 那么什么时候被核实了呢 在1964年被核实了 是被这个AT&T的两个科学家 他们俩并不是干这个 他们想做其他的雷达测试 一个叫Penzias 一个叫Wilson 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测什么 总是发现有噪音 最后核实是微波背景辐射 然后真正提出理论的人呢 并没有测试这个东西 而测试是被另外一个人 这两Penzias Wilson 在1978年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 那么从光学上来讲 我们知道从星系和行星之间的太空 基本是全黑的 完完全全是黑的 就是我们在夜深的人镜 当然我们用物理测试也是 你在这个恒星和恒星之间 星系和星系之间 太空是完全是黑的 静止的 几乎看着是什么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用非常敏感的 这种微波探测仪 你可以探测到一个非常弱的 微波背景辐射 而这个背景辐射是Isotropic 就是在任何一个方向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探测到 几乎是同一个量级的微波辐射 而这个微波辐射呢 用这个物理学上讲 它是一个Black Body Thermal Energy 是一个黑体热辐射 是一个均匀的黑体热辐射 这个黑体热辐射如此均匀 它大概不均匀度 就是十万分之一的不均匀度 所以非常非常均匀 那么这个测试呢 在后来呢 越来测试的越精细 1989年当时有一个测试 叫做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 它做了一次测试 测试呢 就发现了 它对这个热体辐射 这测试划出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 我们在这个视频版里 可以显示出来 和它的这个大爆炸理论 推测出来的那个理论曲线 基本是完全吻合 吻合到几乎 你看不上它们有任何的区别 那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这个微波背景 微波辐射和我们的测量的结果 完全吻合 就理论结果和测量结果 完全吻合 而这个理论结果 是由宇宙大爆炸 这个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 因此这个背景微波辐射 和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 基本就是完全吻合 加上宇宙的这个哈勃常数 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种inflation的这种model的调整 使这个什么呢 使宇宙大爆炸理论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具有非常充分的 强有力的证据的支持 而背景微波辐射 实际上在这个知识里是一个最核心的 最关键的一步 因此我们目前来讲 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这个 基本的理论框架 是在物理界 在科学界目前是被广泛接受的 它是不是绝对正确 我们当然还只能通过 未来科学的发展来进一步核实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看了 我刚才一直在讲 宇宙膨胀 不是在现有的空间内 不同的物体之间的远离 而是整个空间的膨胀 这个整个空间的膨胀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